近日,来自摩洛哥的小伙比利向中心社记者讲述了自己一个多月来在中国的战役见闻 他表示,看到中国人非常认真地保护自己,保护他人,也理解了为什么中国人都戴口罩 比利在泰国攻读第二学位,曾环游世界很多地方 三月下旬,其中国未婚妻在泰国经营的酒店停摆 两人回到昆明,这也是他第一次来中国 不巧就赶上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的特殊时期 抵达昆明后,比利和未婚妻入住指定酒店隔离 在此期间,工作人员每天早晚两次给他们检测体温 两人都做了两次核酸检测 比利和未婚妻在酒店隔离的最后一天,他非常激动 因为即将看到中国 最后一天,你能看到更多的东西,你能看到更多的东西 然后看一看,你会看到同样的东西每天 所以,是的,非常好 非常好看,非常好看 所有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在最后一年 我看一看,都很清晰,美丽,高的建筑 我們在旁邊看了一些朋友,他們都很友善,他們在寒冬中 他們的生意寒,很美味的食物, 他們也很寒酸,他們也很寒酸, 我感覺到,我感受到很涼快的中國人體現, 我來看來是很好的人,我們都去很多地方, 近一个月的中国生活也让比利有了一些变化 以前她认为戴口罩没有必要 但现在出入超市等公共场所她会主动戴口罩 因为保护他人实际上也是在保护自己 比利认为戴口罩的中国人是懂得这一辩证哲学的 疫情过后她将继续探索中国文化 这是很好的人物的行为 当时是不容易的当你只是关于自己的 你只要保护自己的保护自己 和自己从自己而为人之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